好 诸位法师 诸位联友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今天是讲座的倒数第二天 因为明天会传灯 也点灯 传灯跟供灯 所以请各位先翻开蓝色的 对不起 绿色的讲义Volue 2 昨天念完了《无量寿经》的祭奏 第二部分 第四品跟第七品 今天请各位翻开七十九页 《理共听法》第二十六品 还有福会史文第四十七 请翻开七十九页 好 也请看混沌片《西方三圣》 拿着你的金本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上圣声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我能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好 在还没有静坐之前 先看一下昨天的幻灯片 昨天说 人难做 做人难 难做人 我们人与人之间互动 会有很多很多的苦恼 障碍与学习 那因为明天 最后一天会点灯 时间有限 明天不静坐 所以今天最后一个静坐的问题 是你要去思考 这是讲座呢 连续五天 我从第一天问你 死亡的时候你放不下什么 第二个 你怕的是什么东西 你死亡到底在怕什么 第三个就是呢 提醒各位要升起善念 回忆善行 昨天呢 叫你思维 在菩提道上 你找不到善知识 你的障碍是什么 有些人是自己很固执 有些人是自己很傲慢 有些人是根本不相信善知识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障碍 一定有障碍到你自己 找不到善知识 今天要你去思考 思考是 你一生当中 你觉得你比较痛苦的经验 你曾经跟朋友吵架啦 或是跟人家翻脸啦 为什么 为什么你当时会这样沟通呢 所以沟通其实是一个很高的智慧 也是一个很高的学问 华人的佛弟子里面呢 因为说过文化的关系 传统上大家呢 比较不太愿意沟通 也不知道怎么沟通 所以大悲观世音菩萨在现世里面 当他接触一切人事物的因缘的时候 他都是悲心圆满的 一切都是清静的 所以现在待会我们先静坐一下 前一两分钟请你注意你的呼吸 然后呢 我再敲一次沐浴的时候 你就想 比如说我这一生跟爸爸吵架 你想想看 当时假如我让一下的话 不就不会这么痛苦吗 现在爸爸已经断气了 我连跟他说sorry的机会都没有 其实人有时候是被自己的固执啊 给害死的 你先要看到自己的心 你才想下一个阶段 我要怎么去改 所以我常说 什么叫菩萨道 为了利他 你先要有勇气 愿意要改变自己 假如你不改变自己的话 光只有文字跟知识 你是不能感动别人的 好 所以 请关灯 静坐一下 请背挺直 身体放松 或许你待会在观想的时候呢 你突然会回到不好的记忆 突然放声大哭 没有关系 那你就哭吧 旁边的脸友呢 不要被吓到 没有关系 哭一哭是好事 华人常常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 其实不一定 哭也是一种适当的情绪发泄 好 静坐一下 先修属习惯 把你的心给定下来 好 结束了 轻轻地动一动 先不用开灯 当你慢慢地看着自己的念头的时候 刚开始看到的念头是粗的 接下来是中的 中等的 最后比较细的 细的英文叫 比较细微的 粗的呢 就是很粗的 你知道 你会吵架 恶口等等 但是 一般而言 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那你会发现 其实你伤害别人最多的 第一个是什么 得理不饶人 你认为自己对 的确对方错 然后你就想 找到机会了 我要报复他 狠狠地把他 对不对 修理一顿吧 的确你对 没有错 你可能有一百个理由都是对的 可是呢 你却忽略了对方心里的感受 菩萨要帮助众生 不是要去伤害众生 菩萨当然也有智慧 所以第一个你会发现 大部分的人都是得理不饶人 所以虽然你对了 但是别人看到你都害怕 因为你对 可是你从来都不给人家 改过的机会 第二种情况是 不管发生在朋友 夫妻 或是主管跟同事 吵架的时候翻旧账 对不对 吵的时候 你知道吗 十年前你怎么样 五年前你外遇 怎么样 三年前你又背叛我 他的记忆是非常清楚的 吵架翻旧账 这个也是失去慈悲 没有一个人是圣人 我们佛教常常讲 要慈悲 待会我会说 其实我们慈悲之前 要先学原谅别人 也要原谅自己 待会我会讲 所以第一个 我们得理不饶人 那是强烈的我执 也是很粗的我执 第二个 就是吵架翻旧账 就是呢 一直呢 回忆过去不好的恶念 过了就过了嘛 过了你为什么 永远都要放在心里呢 大家都听过一个禅宗的故事 师父点一下就不用说了 因为我今天有很多东西要教 就是呢 两个和尚走过去 对不对 然后下了大雨 对不对 师父跟徒弟说 男女受受不轻 结果呢 那个呢 师父就抱了那个女人 就过去了 放下 结果儿子 徒弟就说 师父你破戒啊 他说没有啊 我抱他十分钟就放下 你啊 抱了他一整天啊 大家都还记得这个故事吧 所以 其实我们都一直在重复自己的恶念 所以我们凡夫真的恶念很多 昨天讲过 外在的共业 从科学的角度 你可以分析 全球暖化 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但佛法的根本角度来讲 什么 众生恶念太强 你真的得去改 否则你花了很多的科技 做了很多世间的防复 防范 可是人的神心 若不遵从道德 法治 不学习五戒十善的话 天下的苍生 永远还是有苦难的 所以 吵架的时候 不要翻旧账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学习去 原谅别人 这个是很重要的 请看一下幻灯片 昨天把观世音菩萨 现在式的因缘讲完了 所以我接下来就要介绍 人与人怎么互动 第一个先要相信 Trust 可以请开白色的灯 谢谢 相信是很难的 若你有兴趣看西方 跟现在东方的电影 尤其是西方电影里面 常常会说一句话 How can I trust you? How can I totally trust you? 来 我来调查一下下 在座老公跟老婆 不管有没有在 没有关系 我先问你 你觉得你百分之百 相信你老公跟老婆的 请举手 百分之百 很难得 他不是有 彼此都有善缘 不管他在跟不在 你都相信他 那手放下 你觉得有时候呢 我相信我的老公跟老婆呢 是百分之八十的 That's not too bad 八十的请举手 数字这么低啊 待会会讲 那假如你相信八十 那就表示还有百分之二十 你不相信 所以你会什么 看情形相信 看状况相信 的确人与人之间很难相信 那我再问你 假如你老公跟老婆的 相信程度只有百分之五十的 请举手 好 那表示说 人与人的互动是很不容易的 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同样的 这个也会反射到 你跟朋友之间 甚至老实说 当你拜师父的时候 你的习气也会反射在 师徒之间 希望各位佛友 不管你找南传 北传 藏传的善知识 不管是比丘 我比丘尼 你都要有 清静的恭敬心 不要靠近师父的时候 把师父当你的 第三者 老公 或第三者 另外类型的男朋友 这个是不清静的 要忏悔 真的 学习佛法要跟清静的心 在大圣庄园保王经 第二卷里面 观世音菩萨就有 亲自献庄园的男生 去度淫欲心很重的 婆罗 罗刹女 下一次会讲 观世音菩萨有这个功德力 因为他心清静 他无我 可是呢 现在的学佛人 我发现了 那作为出家人 也要谨慎自己的比丘戒律 人与人 不要太靠近 夫妻之间留一点空白 会比较美一点 每天看呢 其实也会厌烦的 所以我不用啊 常常来新加坡的 常常来啊 其实你不会珍惜的 偶尔来一次 你会非常虔诚 升起你的虔诚心 但是来跟师父学佛法 不只对我 对任何一位法师 比丘比丘尼 你都要有恭敬心 对不对 你不要有染污心 所以 男女这个问题啊 在我们欲界众生 是很复杂的 我自己也是很谨慎的 不然我出家二十三年 我这个袈裟 怎么会披得了住呢 只要女人一哭 恶闹三上吊 我就 阿弥陀佛啦 为什么我很清楚 因为我老妈 也常常用这一招 讲个笑话给你听 我去尼泊尔买东西回来 你说 各位众生不要生气 师父有时候用女众举例 你不要生气 师父你有男女歧视 其实在轮轨里面 每个人都当过男众跟女众的 你当过酷哥跟辣妹的 都有 你忘记了而已 比如我去尼泊尔买回来礼物 有我的母亲 还有我两个妹妹 三个女人进去 叽叽喳喳半时 上半个小时 吃醋啊 这个比较好 那个比较大 这个比较好 我说你们搞定了没有 我说你们再吃醋 我收回来 我妈妈出来 五分钟我们就搞定 你看啊 连我的母亲跟妹妹 都会因为我一个出家和尚而吃醋啊 你就知道 嫉妒心是会摧毁一切的 jealousy can destroy everything的 为什么 因为嫉妒当中 你顺着你的烦恼 你还认为你自己对 所以就很难 所以我们要调伏心 并不容易 了解吗 你要诚实面对自己 好 假如你跟师父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 no problem no problem 你一直常常讲 no problem this is a really big problem 因为有人道的话 是觉得有问题的 你一定有应付不完的问题 人的问题 事的问题 东西的问题 但重点你学佛 跟没有学佛是什么 你用什么心态 什么样的attitude 什么样的motivation 什么样的动机去处理它 你不可能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是骗自己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过去业余烦恼所显现 一个团体有一个团体的问题 一个公司有一个公司的问题 一个家有一个家的问题 乃至不客气的说 一个道场也有一个道场的问题 因为它来自于十方不同众生的业 但是不同的是 大家在心向着法 心向着道 问题它就可以去改变 去解决 从这改变跟解决当中 模拟的忍辱波罗蜜 跟六度万恨 所以菩萨为什么要来人间行菩萨道 因为人间苦乐参半 苦乐参半才有磨练的机会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里面做 常不清菩萨 提婆达多 生生世世都破坏他 他还是成佛了 但是他也感谢提婆达多 但是呢 现在人家有一个人 生生世世障碍我们 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你心中要有法 不然他恨你 你也恨他 生生世世没完没了 第二个 你能够把逆境 转为修行的朋友 对不对 人假如一切都顺利的话 他不会珍惜 也不会努力的 所以有逆境呢 在娑婆世界累积的功德 是非常殊胜的 但他要有先学习佛法 法的知识 善知识的引导 还要有第三个 能够把逆境来磨练自己 所以第二个 请看 honestly 你要诚实的 面对自己的恶念 善念 妄念 杂念 你才会进步 假如你已经很圆满的话 那你就不用来学佛法了 因为你已经是圣人了 所以先提醒大家 圣人跟凡夫的看法 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既然说 拜释迦牟尼佛做老师 那我们就要把自己的想法 慢慢慢慢慢慢 转变为圣人的想法 比如圣人告诉我们 苦空无常无我 这跟你世间所理解的 就有些是会冲突 的确 所以你要真诚的面对自己 第三个 要倾听 倾听别人的声音 也要倾听你心中 内心的声音 第四个 善巧方便 就帮助别人最难修的 就是善巧方便跟耐性 尤其是我们帮助别人 要有智慧 所以菩萨 生生世世修善巧方便 波罗蜜 最后成佛的时候 叫做妙观察制 我们世间讲 一种名一样 百样人 所有的众生都不一样 就简单的比喻说 你现在感冒了 你去中医 中医也要先帮你把脉 体质不同 同样是感冒 开的药方是不一样的 同样佛为什么要开 八万四千法门 所以对你相应的法门 你要欢喜去修持专精 对你不相应的法门 你要理尽 举个例子 辛弘师来讲 我就很尊重药师佛 但是我没有公开 发愿弘扬药师法 我很尊重药师佛 我自己也供药师佛 但是我发愿弘扬 其他的法门 所以佛开无量的法 你不相应的法 你不用把它压低 所以帮助众生 是要有善巧方便 第五个最难的是耐性 你帮他 他还要毁谤你 你帮他 他还要侮辱你 没关系 忍一忍 成就你的忍辱波罗密 但这里忍 也是要有智慧的 不是让人家感觉说 佛教徒你就是慈悲 烂慈悲 佛教徒就很好 被欺负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你要培养你的耐性 这是很重要 观世音菩萨 他有无量的功德 他事实上 也有很多很多的善巧方便 去鼓励很多很多的众生 包含在大乘庄严保王经里面 有很多后面故事的例子 而且待会我讲经的时候 也会有补充一些 高僧传里面的真实感应的故事 你都看到 菩萨度众生是要有耐性的 不是说今天学佛 明天拜灿 后天过一 后天就成佛正果了 没有那么快 但是菩萨到他伟大的地方 就是这么长远 所以我们的四红誓愿是很重要的 好 接下来监看 下面 目前我们凡夫的慈悲显现是什么 请看 我先把幻灯片打败 在座各位 我不能说你没有慈悲 你一定有慈悲 才会学习佛法 对孩子来讲就有慈悲 但是呢 请看一下幻灯片 你可以抄 各位是选择性的慈悲 第二 有条件式的慈悲 第三 有目的式的慈悲 我不能说你没有慈悲 你身为人 你一定有慈悲心 就算呢 最残忍的希特勒 在德国呢 发生了这个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呢 或是呢 杀了很多人 可是啊 希特勒对自己的妈妈也是很好的 希特勒呢 对自己的狗啊 Puppy也是很好的 可是呢 他很恨犹太人 当然他的慈悲是非常非常的微小 但是说明了他还是有慈悲 他是什么 选择性的慈悲 他不喜欢犹太人 所以同不太人通通都解决 那请问 我们呢 是不是也是选择性的慈悲多呢 早上起来看到 啊 爸爸妈妈早安 今天妈妈对我比较好 哎 对他慈悲一点 爸爸昨天骂我一顿 哼 才不理他呢 管他的 那个老头子就是这个样子 你看 你是选择的 你不是没有慈悲 但是你是选 对你有利的 你才慈悲 谁最是有选择性的慈悲呢 我告诉你是小朋友 你看哦 爸爸妈妈若教他 爸爸很凶的时候呢 妈妈呢 很心很好 他就说 妈咪妈咪 他就跑过来 他很聪明啊 其实小朋友最会察言观色 所以爸爸妈妈教小孩啊 先要沟通好 你的立场要相同 有时候爸爸妈妈很严格的时候呢 他更聪明 阿公阿妈 你看你的儿子啊 谁真心了 那不告犯什么佛耶 对不对 他还用学佛来压你啊 对不对 甚至呢 我也会听到说呢 儿子跟你要钱的时候 妈咪你要给我钱 你不给他说 儿子你一定乱花钱 你怎么一点慈悲心都没有 你拜大悲战拜假的啊 你看众生 其实众生都很精明啊 很狡猾的 为了得到他的目的呢 他什么话都说得出来的 我也曾经碰到人家对我 你这个和尚讲话很不慈悲 我更不可气 你这个讲这句话 你更不慈悲 你凭什么都要求和尚慈悲 你自己就不用慈悲呢 对不起哦 是不是很酷的 要辩输我的 因为有些人 他是很自私 只想到这里 哎呀 你要大慈大悲吗 你是佛教徒 他讲这句话 他最不慈悲 因为他要求别人 对他慈悲 可是呢 他却利用别人的慈悲 佛教徒不是这样的 慈悲是要有智慧 所以你会看得到 那当然人家骂我 这个时候呢 我教训他完了 我静静的笑一笑 我也曾经遇过基督徒 天主教徒 对我很不礼貌过 我就笑一笑而已 他说 你们拜的呢 都是偶像 那我说 你拜十字架 不是拜压克力吗 他气死了 对不对 我说不要这样 假如你今天 这么没有礼貌的话 其实上帝啊 因为你的行为啊 会感觉掉眼泪的 真正修行的 任何宗教的人呢 他的涵养一定会很好 所以 观世音菩萨 所显现的事呢 不是选择性的慈悲 待会讲 是平等的大悲心 各位 我们假如永远停在呢 by your personal choice 对你有利 你就慈悲 对你没有利 就还是不慈悲 我告诉你 这就是你 生生世世 永远成为凡夫 而不会成为 圣人的第一个原因 你的心量 就是这么小 你觉得你很聪明 你这辈子呢 靠去台语了 每一个人生活 都有他的 pitbull 对不对 你的招数 你从人事的历历里面 都有很多 你自己的方法 没有错 但你想一想啊 其实都是 选择性的慈悲 第二个 有条件式的慈悲 就是by extra condition 比如说 我们在公司行 对不对 我们要跟家康签这个签约 project 第一个的问题都会问 我可以得到什么利益 profit 我有得到什么 benefit 没有利益 你怎么要做呢 对不对 请问 假如明天 你没有薪水 你会去上班吗 有人说会 我还去 那不错 你很有善根 但是人为什么要上班 人就是用你一生的生命 换所有的财富啊 有人用一生的生命 换名声啊 有人呢 用一生的生命呢 换享受啊 现代的年轻人 受西方的教育啊 就是享乐主义啊 人生苦短啊 对不对 Let's go Enjoy it 人就是享受啊 他也不相信前生 也不相信来世 他就觉得 我干嘛去看那些 相信那些眼睛 看不到的呢 这样的人将来会很苦 为什么 因为生命绝对是从 上游的河流 游到中游 中游游到下游 生命绝对不会 只有一事的 可是对于很多西方人 或不接受佛法 他很难相信因果六道轮回 所以每个人的因缘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想想看 你若没有条件 没有利益 没有报偿 那你还会对人家慈悲吗 举个例子 假如你的爸爸妈妈 是非常有钱的人 那你四五个兄弟姐妹里面 你就会看到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为什么 讲着晚年的时候 财产分多一点 这是事实啊 亲兄弟都是明算账的 钱啊 讲到钱呢 都是伤感情的 所以人事实上是很残酷的 人也是很现实的 为什么 为了利益 不择手段 第三个 有目的是的慈悲 within the personal purpose 就是放长线钓大鱼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我对他好 然后呢 希望他将来对我更好 你对他一分好 希望将来 他对你十分好 举个例子 注意听 师父也在学习 我生活现代的社会 我们佛教里面 常常要广结善缘 比如说 我也很关系 跟人家结善缘 看到一样东西 我跟你结善缘 给你法宝 看到一样东西 送你一个念珠 跟你结善缘 这是很好 但是要有智慧 尤其是在严格的国家 包含新加坡也是 台湾也是 你如果是没有智慧判断 人家请你帮忙 你送他一个茶叶 我跟你广结善言 刚好CCTV拍下来 贿赂耶 那我现在有个问题 问你 请你写下来 Q&A 什么叫结缘 什么叫贿赂 这两个有什么不同 回去想一想 我先不要告诉你答案 你回去想一想 我今天跟他结缘 算结缘呢 还是贿赂呢 还是呢 有时候我们是 结缘跟贿赂 两个混在一起呢 对不对 还是说 哎呦 我们今天看到他 结个缘 哎呦 师姐 我跟你好有缘 我送一条念珠给你啊 很高兴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某某董事长的夫人 你就希望他下次送我一个 108颗虎唾的念珠 因为他手上有很多条 你看你是结缘同时 其实你也有贿赂 那请问你怎么分结缘跟贿赂呢 好好想一想 听到 不是不可以 我要说明是说 我们 我刚才讲过 凡夫跟圣人的想法不一样 今天你要走上成佛大道 你就要先打破 让你深深世世 轮回错误的见解 打破 让你深深世世 轮回不好的习性 所以 不如波罗蜜经才讲 无所求 看下面 希望各位能够提升 慈悲的品质与心量 看标题 凡夫与圣人的见地跟心量不同 比方说 选择性的慈悲 在观世音菩萨的眼里 他是平等的大悲心 他没有选择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不管你是一贯道 道教 民间宗教 你只要拜观世音菩萨 在紧急苦难的时候 他一定救你 这就是平等的大慈悲 他不会说 你现在念我 对不起 你忘了说我一个工作 赶快先归一吧 你不是佛教徒 所以你排后面一点 在你救苦救难 你生命到发生意外的时候 任何的人 乃至于 他没有听闻到佛法 但他会升起 人家朋友建议他 你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他一定救你的 最近几天有一个佛友来 就是他以前生产 碰到很多的障碍 后来我叫他 大臣念观世音菩萨 他的女儿出生了 两三个月 他真的全家抱着来见我 其实这不是我的力量 是观世音菩萨的力量 他也会执着 哎呀 我肚子呢 已经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然后呢 他还要怀孕好几次 都流产 都不能 可是他现在这一次成功了 但是他很恐惧 他怕就像上次一样流产 我说不会 师父祝福你 我会送经给你 希望你在生产的时候 他说师父要大声念呢 还小声念 我大声念好像观世音菩萨 不太恭敬啊 其实华人常常有很多 不知道哪里 错误的框框啊 请问 各位来 跟我一起做 两个手摸你的肚子 摸 现在 不管肥的胖的 小的 都摸 中年的五十年肚子也摸 我问你 我们的肚子里面装什么啊 屎 跟尿啊 排泄物啊 对不对 我不会说你肚子里面装柚子的 对不对 你看 可是观音菩萨不会 看不起我们啊 对不对 我今天会讲个故事给你听 什么叫真正的庄严 庄严不是外表 那妇女在生产的时候 古代啊 医学没有这么好的时候 真的很多妈妈生了孩子以后呢 流血过多就断气了 对不对 现在呢 甚至假如妈妈有遗传病的话 有些还会担心呢 生下的小孩有很多的副作用 你看我们众生有多少的苦 家族的疾病 个人的疾病 遗传的疾病 对不对 当你在生小孩的时候 大声念观音菩萨 你就念吧 观音菩萨不会说你现在脏 不 观音菩萨会感动你的悲心 他绝对放光会加持你的 他也不会看到你说 对不起 这位女居士拿个布 先把下面盖起来 不会 观音菩萨是无我 他看你呢 就像彩虹的透明一样 所以你有太多的顾虑 这个顾虑从哪里来 你没有学习佛法 当然也不是因为了解这样子 每天呢就这样子 naked 看着观世音菩萨 我今天看的如何呢 也不是这样 这样你狂妄心 也有不好的果报 所以我要说 在紧急苦难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 是从来没有放弃 任何一位众生 好 现在注意听 寻生救苦 假如你的朋友打电话给你 请你帮忙 而你做得到 为什么你不关心他呢 对不对 当然你要小心 也有人骗你的 你要智慧 就是说观世音菩萨 是平等的对一切众生 你的心要有平等心 不可以说 这个人对我流利 我就对他好一点 那个人呢 我很讨厌他 当初没看到 其实你还是 选择性的慈悲 所以你今天轮回成为人 你不会成为圣人 了解吗 希望大家 不好心 师父讲的这一段 是有点难听 可是我要让你开悟走上 成佛的 这个圣人的成佛之道 你就要从这里努力 所以普贤十大愿 第一个修什么 礼敬诸佛 就是平等心 平等心真的很难修 好人 坏人 有缘 没缘 你都要去努力 那你就会有一个问题 又来了 师父 那我不是很笨吗 没错 从世间人 你看你很笨 可是从天龙八部 跟诸佛菩萨来看 你是有智慧的人 因为你走向 跳出轮回束缚的 这个解脱 举个例子 很多人刚开始在吃素的时候 身体都会有不习惯 都有一段呢 面黄肌瘦 没错 就是因为你以前都吃 大鱼大肉 所以你的胃肠 还有你的血液 就不一样 现在呢 你突然欢喜吃素了 有一段子呢 你身体机能真的不太一样 这是正常的 面有菜色 因为我们都吃菜嘛 对不对 好 那熬过一两个月 以后以后 滴滴俱绝你夜上 清除了 也学诵经 念佛 拜佛 然后你升起悲心 了解的道理以后 你身体就会 红光满面的 举个例子 佛教最圆满的 是吧 幸运大师啊 他从小就吃素啊 所以我不相信 吃素绝对是瘦的 吃肉的也有很瘦的啊 所以你这个理论 就讲不通啊 师父以前身体的 还不太好 可是我吃素以后呢 我二十岁学佛 二十一岁 打到一次佛妻 我就吃肉吐了 到现在我就吃素 你看 我的气色呢 比别人各位好吧 我根本不用买化妆品 所以 你要从心性上去调服 先打开你的心量 我常常觉得 很多佛教徒是 门是打开的 心是关着的 不好 学佛不要学这样 学得很孤僻 很清高亮节的样子 这个不是菩萨道 菩萨道是要 放下自己的身段 越学越谦卑 越学越调柔 越学越能跟 所有一切的众生 打成一片 你看 观世音菩萨就有这个功德力 所以十方诸国土 无叉不现身 你既然要学观念法门 就要从这里去努力 第二个 有条件式的慈悲 看变成无条件式的慈悲 unconditionally 就是 我今天帮人 人家不帮我 没关系 人家帮我 我也很感谢他 常常有很多人就跟我说 哎哟师父你不知道 我心都碎了 我帮那个佛 有十年二十年 最后他还毁谤我 我说不要难过 你帮他的功德 绝对不会减少的 就算三千大千世界 全部都毁了 你帮助人的功德 一切不会消失的 释迦摩尼佛 多生多竭利益众生 以妙法莲华经说 他在这块国土里面 每一块地啊 都是他流血流汗 救地众生的 谁 大地啊 就是作为他的证明 所以你不要太在乎 当然不要太在乎 不是说很固执 而是呢 你吃一点亏 没有关系 得不到利益 你得到无量的功德 不然不知 为什么深深事事 救度众生 还要被众生欺负 还要修忍辱先人 金刚经你们都很喜欢念 释迦摩尼佛做 五百事忍辱先人 五百事 请问 我们忍过几次啊 忍第一次 OK 两次 OK 第三次 我绝对跟他拼老命了 我怎么可以忍下这口气呢 中国人是非常爱民主的民主 所以老实说 中国人是龙的传人 对不对 龙的传人 所以脾气很不好 真的 中国人动不动就很容易发脾气 当然外国人也会发脾气 但是比较上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没有得到 我们应该得的利益 对不对 所以你的心量就很小 为什么 有条件的话就有数量 观音菩萨帮助众生 无条件的 比如说你现在求男得男 求女得女 你现在身体不好 求观世音菩萨 他让你身体慢慢好 你想要找工作 观音菩萨也买你愿 请问 你有没有看过观世音菩萨打个电话 Hello 你买你的愿了 对不对 你要打个金牌来 还愿一下吧 观音菩萨今天的金库呢 缺很多金条的 观音菩萨从来没有对你要求任何一条件 真的 普门评里你看到 无敬意菩萨 够要供养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观音菩萨说 不不不不 释迦牟尼佛说 观世音啊 善哉观世音 你要敏恋 无敬意菩萨跟所有菩萨 你就接受他的供养吧 当他接受供养以后 观世音菩萨把珍珠音乐分成两分 一分共谁 释迦牟尼佛 一分共什么 多宝佛塔 各位普门品念的都很不错 很优秀的佛教徒 不错 很有善根的 可是观世音菩萨不会说 这条的珍珠音乐 我刚好缺一条 我自己带 观音菩萨身上就是 清净庄严 累劫修 戒定会的功德 所以观音菩萨从来都没有任何的 Profit 或是feedback的 所以他才称为大悲观世音 这里的大不是大小的大 而是英文应该翻成 Universal Compassion 广大无边的大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总是讲 我有没有条件 我有没有利益 所以摩赫波尔波罗密经讲 第三 有目的是的慈悲 要转为无所求的慈悲 大家都喜欢读金刚经 假如你喜欢清 再多读一点 小品波尔经 中品波尔经 大智度论 乃至于大波尔经 佛一直都讲 无所求 对不对 心经也讲 无智亦无德 可是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是要得到一些东西 有德就会有失 那为什么你怎么去体会 无智亦无德呢 而无所求呢 因为 他有很多深层的意思 我简单的讲 菩萨的眼光里面 他不会求世间所有这些功名利路 而且那些都是幻化的 菩萨呢 是求成佛的功德 再讲得更深一点 连功德的概念都了不可得 才叫做真正无所求 这个有一点深 慢慢来 但是你要先提醒自己 就是说 假如我帮助众生 没有条件 也没有好处 我愿意帮助吗 假如他已经在你眼前 而且你又跟他有缘 做得到 你应该努力的去帮助他 这样子 你才是观音菩萨真正如理如法的佛弟子 世间人或许会看你会很笨 你笑一笑 没关系 不要太在乎 因为呢 但是天龙八部 诸佛菩萨 他会放光加持你 他会知道 你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佛弟子 好 接下来讲 positive communication 时间的关系 我讲快一点 第一个 先讲夫妻之间 先讲正面的 我昨天讲过例子 对不对 老公呢 老婆呢 还是要暗示你 老公啊 下个月呢 我要生日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要不要买东西给我啊 对不对 假如你选错时间 或是选错机会 老公呢 今天在公司被老板骂了一顿啊 对不对 然后你就暗示他 暗示了半天 他最后就很火了 买什么买嘛 我钱全部都给你管啦 你自己不会去买 你爱怎么刷就怎么刷吧 那你就会很生气 老公 其实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在乎的是 你下一次我生日的时候 你要花时间跟我啊 所以这一人沟通实战是真的很难的 连夫妻之间你说 坎气味坎气味 你真的永远都相信彼此嘛 其实夫妻之间要相互体谅 相互包容 还有相互尊重 相信很重要 好 那现在我讲负面的 负面的是什么 现在人啊 因为呢 社会及时变了 夫妻之间 常常会有很多的外遇跟误会 你不要介意师父谈这个问题 因为我是真心关心你的 虽然清关难断家务事 但是呢 我观察到 新加坡很多佛友跟我会客的时候 有许女技师都会跟我讲 师父 我很苦 我说为什么 因为我老公到大陆去了 因为呢 新加坡工作很不容易 工作要容易 要离家很近 然后薪水要很高 那很难 所以很多人就飞到中国去工作 那一飞工作的呢 一个孤单的男人在外面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 就有二奶跟三奶跟四奶 跟很多奶都出现了 然后这个呢 佛友呢 女生就来跟师父哭 师父 师父我业障深重 我怎么办 我问了他一句话 你真的爱你老公吗 他说我当然爱啊 我为他照顾家婆 照顾孩子 我做牛做马 你看 做到我现在都黄脸 我变婆了 对不对 结果他竟然去找外遇了 他非常不平 那我就跟他说 那你跟先生沟通看看吧 怎么沟通呢 注意听 师父没有要劝你离婚哦 注意听注意听哦 不要说说说 辛苦法师提倡人家离婚哦 我没有全程录影啊 你先问他 老公你很辛苦 放下吧 钱不要赚那么多 回新加坡来好吗 那可能老公也要做选择 我又反问了这个女生 你真的爱这个老公 你能够放下为了他而飞到中国去呢 同甘共苦嘛 对不对 我们中国人讲 夫妻同事同灵鸟 比翼双飞啊 你在佛教 佛教婚礼 或是基督教婚礼的时候 证婚的时候 都不是讲吗 至死不渝啊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们讲了很多罗曼提克的话 我是和尚讲不出来 对不起 什么山蒙海事 海枯石烂 我爱你永远不改变 对不对 那你既然这样的话 那你就飞到中国去 那接下来就会有冲突 冲突是什么 有时候愿意 有时候不愿意 那怎么办 我觉得要好好沟通 假如你真的为了这个家 就放弃 少赚一点钱 回新加坡吧 或是你们搬到中国去 当然这是很大的问题 不是一言两语讲清楚 师父讲到重点是 你们两个不是愿不愿意 一起同甘共苦 万一不能 师父建议你分开会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表面上你们两个是夫妻 相隔两地都很孤单 业障现前 两个都会跳出去找业障的 那你就违反五戒十善了 那你就会很苦啊 你每天拜大悲餐 洗脸 我很害命 其实你很好命 你不会选而已 那假如你的老公觉得说 老婆我们远近了 很好 祝福他 那就希望他往前走 找第二个春天 仁义的人员呢 不要去强求 但你要去努力 知道吗 所以阴光大师曾说 在家居士 你若不能够严守五戒十善的话 那又去做违反五戒十善的 这个恶业 其实你会很苦的 所以中国文化里面 或依佛制都严守 一夫一妻制 人是有七情六欲的动物 但是你要有人关怀 人都怕晚年是孤单 寂寞而老死 那你要控制 那就找一个比较好的 一起勘吧 不要找一个中国这么远 很难勘的吧 很难牵吗 对不对 那每天打国际电话 也是很贵的 你光那个甜甜蜜蜜的话 电话费可以救很多众生的 电话费省下来吧 所以是不希望你要去沟通 做一个很好的抉择 假如你的老公能够愿意回来 那当然你是有福报 那要继续珍惜 假如他没办法 你应该有心量 打开 那你说你往前走 我也找我自己下半辈子的幸福吧 否则你不好好的沟通 两个上表面是夫妻 可是人相隔两地 那你会很痛苦的 而且要勇敢的 不要做第三者 挺好 未来的众生会很苦 原因是因为 你不会坚持你自己的身口意行为 所以夫妻之间 我觉得呢 真的要相互包容跟体谅 另外附带一点就是 你要懂得原谅别人 吵架不要翻旧帐 在基督教里面讲 forgiveness 原谅别人是非常尊贵的 原谅别人是非常高的美德 我们做错事的时候 举个例子 小朋友做错事 都会跟老师说 老师 Please Give me another new chance 请给我一个新的机会 人 不要永远说 我告诉你 我绝对诅咒你 我这辈子绝对不原谅你 你死都不瞑目 哎呀 佛教徒为什么还这么恶口呢 你的心 那一刹那之间就像猛力的刀子一样 对不对 你戳到对方 这样 下去啊 一身都插在他内心里 隐形的刀 让他断气的时候 都觉得很罪过的 你为什么不原谅别人呢 原谅别人要有很大的勇气 你要懂得原谅别人 同时也要原谅自己 什么叫原谅自己 注意听 有一些佛友也跟我说 哎呀师父 成佛好遥远哎 我都不可能成为圣人 他满脸啊 妄念纷飞 我说不要这么说 圣人也是从凡夫秀来的 慢慢来 你对别人能原谅 但注意听 原谅自己并不是指借口 原谅自己呢 也应该是也给自己新的机会 你假如不原谅自己 把你一生错事 觉得guilty 觉得很愧贱的事 都放在心里的话 注意听 在灵命中的时候 中阴身的时候 这些通通都会跑出来的 所以你要原谅自己 也要原谅别人 注意听 请你写下来 原谅自己跟原谅别人 原谅是慈悲的开始 原谅是慈悲的开始 你不原谅别人 那谈如何给别人带来快乐呢 解决别人的痛苦呢 很多人的痛苦都是什么 哎呀 我非常的内疚 我妈妈断气的时候呢 她死不瞑目 她不原谅我 你看 你的心就一辈子呢 很内疚嘛 对不对 夫妻吵架或离婚的时候呢 也是诅咒对方 所以佛教徒 不要诅咒别人 诅咒别人 你将来自己也有不好的果报 好 现在看第二类 亲子之间 这个也很难 为什么 因为在座的老菩萨 我们都是五十岁以上的 LKK LKK就是老动物 老人类 甚至呢 有些年龄呢 还是Double L Double K 其实我们的想法是很传统的 那你现在在新加坡 对不对 不管是新加坡 台湾 全世界都是很西化 孩子长大了 十八岁 他都有独立的权 就喜欢搬出去了 搬出去又怎么办 请你不要做你 不要做你 儿子女儿的这个命令者 不要像老板一样 我命你 这个不可以做 那个不可以做 这个不可以做 反而学过来 你要做你 儿子跟女儿 菩提道上的好朋友 你要跟他一起成长 什么叫好的爸爸妈妈 有不同定义 但是师父跟各位分享 一点点经验 我长话短说 作为一个儿子跟女儿 其实会感觉 最温馨的是什么 好的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讲 坏的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讲 假如你会发现 最近你的孩子 好的事情都跟你讲 坏的事情都不跟你讲 那你要小心 这个孩子 你要特别的关照 所以各位老菩萨 你要关心你的孩子 但是不要过度关心 不要呢 连他什么东西都管 你管这么多做什么呢 他长大了 你要教他的品德跟行为 你不要干涉他 因为讲Privacy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权 对不对 那年轻人 比如他今天呢 很高兴的跟爸爸妈妈 我今天又很开心 你觉得很感动 为什么 因为他把你当好朋友 好的跟你分享 假如他今天在外面 被朋友欺负了 或被朋友陷害了 甚至被朋友侮辱的时候 他回到家里非常生气 那你也要鼓励他 静静的听他讲 为什么 因为他相信你 他觉得爸爸妈妈 他是我这一生最相信的人 这个社会是很现实的 人与人之间 是中国文化讲 人心隔肚皮 人与之间很难相信别人的 那他相信你 所以他才把心里的苦水 吐给你听 但是你要帮他保密 他也有面子 你若不能够鼓励他 但是你要倾听他 他讲完了就会比较好 不要去骂他 我觉得很多老菩萨 常常喜欢责备自己的孩子 虽然你念佛很虔诚 诵经也很虔诚 护士佛扎也很好 可是你的嘴巴不太有口德 其实孩子很在乎你的话 一句鼓励人家的话 是很大的功德的 你一句话鼓励他 他终生都会感恩你的 所以孩子碰到了困难的时候 你要让他觉得 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好朋友 家永远是你最可以相信的避风港 这时候假如你的孩子 将来到中国 或到美国 加拿到澳洲 去工作的时候 他永远会想到你 为什么 因为他想全世界 我最能相信的人 是我的爸爸妈妈 那就恭喜你 你是成功的父母了 所以我曾经公开过 我准准很真心说 师父是真心啊 当然每个道场能够做不到 那再说 我觉得每个道场应该办 现代亲子之间的教育讲座 请在家出家 各个专业的人来讲 告诉你 现在的孩子真的很难教 其实现在很多爸爸妈妈 也很tiki 也很固执 真的 想法不一样 每一个年代都面临传统跟现代 对不对 你可以表达 你要讲的话 但是要有礼貌 不要动动不动就讲 爸爸妈妈你已经落伍了 反正你不懂了 你不要那么啰嗦 你爸爸妈妈养你啊 其实爸爸妈妈妈 我们说句世俗话 吃的盐巴比你吃的米还多 老人家总是有老人家经验 老人家可以关心 儿子女儿啊 爸爸妈妈吃很多苦 给你建议参考 你就放开心里 要教他怎么样去认识朋友 怎么样离开恶友 怎么样呢 选择好的行业 其实人在社会上啊 辛苦啊 都是很辛苦的 每个人都一生都有很多 讲不完的酸甜苦辣 所以慈悲慈悲 他才不管你今天念的是 观音菩萨 普门品 或华严经 普贤行愿品 或华严经 观自灾 他都不管 但他看 学佛前跟学佛后 你有没有什么改变 其实青少年 都是看爸爸妈妈的行为 才来决定 我要不要接受佛法 假如一个爸爸妈妈 越来越慈悲 脾气越来越好 越来越体谅别人 他就会对佛法 有欢喜心 甚至爸爸妈妈 不要说 用拜佛 念佛 或持咒来惩罚他 不靠 不可以 我就看过 他的儿子真的做错事了 你 到佛堂里 给我拜 一百零八蛋 你不出去 我就给你断绝父子关系 哎呀 阿弥陀佛 那时候连师父呢 看到我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都不敢讲话 为什么 因为呢 人在称心的时候 是听不下任何的建议的 你想想看 假如你现在是一个孩子 你做错事了 已经很难过 爸爸妈妈 不但没有鼓励你 没有听你诉苦 还要用拜佛 一百零八八来强迫你 你会喜欢佛教吗 你恨死佛教了 所以佛教徒真的要谨慎 我们都不觉得 我们的行为 影响很多很多人 有时候呢 我们察觉了 其实我们也不愿意去承认 所以 作为佛教徒的父母 跟现代的年轻人沟通 真的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当然你也可以拜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我就没有智慧 请你让我升起智慧 用最好的方法 用最恰当的方法 去关怀我的孩子 我也希望 希望他 给他上儿童佛学班 然后呢 也给他上佛教青年班 大专下令营 可是不要强迫他 我常常看到很多佛友来 说 师父 师父你看 我儿子很有福报 来拜佛 师父礼佛三拜 师父将来就跟你出家了 好吗 我心里想 你自己都不出家 你干嘛叫儿子出家 出家很苦的 出家有出家的戒律 对不对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准做 就把年轻人给吓跑了 注意听 反过来 要鼓励他 他有音乐的才华 你跟他讲 好好创作音乐 帮助很多人 你有艺术的才华 你就用艺术去帮助别人 佛教要各种各样的人才 对不对 你懂得电脑 就为佛教做好的网站 所以你要想 有时候 我觉得佛教徒 我们虽然念观世音菩萨 但是好像 我们自己烦恼起来的时候 我们真的蛮吝啬的 给对方一句鼓励 对不对 你回想一下 我们小时候 如果老师鼓励我们 哇 我们终身难忘啊 一个长辈 鼓励我们 给我们信心 我们也一生感恩他 那我们既然讲 观音法门 你为什么那么吝啬的 给你的孩子 女儿 跟儿子 给他鼓励呢 不要急着拉他来 来来来来 先学大悲咒 他就不喜欢嘛 你给他的 并不是他需要的 慢慢来 慢慢来 你可以默默念 大悲咒 回向给他 但不要强迫他 现在就学大悲咒 你自己可以吃素 但是你也可以告诉他 吃素有好处 但不要强迫他吃素 注意 我一直讲 强迫 强迫 因为佛教徒 都是用自己的我值 强迫给别人 待会我会讲 自他交换 接下来再看 朋友跟朋友之间也是这样 什么叫好朋友 我曾经问现在的年轻人 台湾年轻人 坐在捷运 过火车站的时候 我就问他 他看到我 师傅你很酷啊 我说你比我更酷啊 我问他一个问题 你这位年轻人 你觉得什么叫做好朋友呢 他说他什么帮我呢 什么都支持我 就说我的好朋友 我说什么都支持你的话 那请问 假如你今天要去打抢 那你朋友帮助你 也是好朋友啊 对啊 我们就一起打吗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吗 中国话不是这么讲吗 我说你讲的没错 但是你解释错了 我就讲佛法给他听 他说师傅 我二十年以后 又是一条好汉 我说看你这个样子 二十年以后 不是一条好汉 是一条毛毛虫啊 我就讲六道轮回 跟三世因果给他听 我说师傅 不是要杀你 而是生命的事实啊 真相是这样 对不对 年轻人充满了活力 充满了精力 充满了梦想 但是年轻人需要 有智慧的长者引导他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 现代的社会里 包含新加坡 跟东南亚 其实爸爸妈妈 都没什么力量 你说师傅呢 其实也要有缘 他才会听 他才会听到 你跟着你 在我生意的事实